神经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各位先生 各位理事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上我们的网络分享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人的话有时候比上帝的话更准确 人的话比上帝的话更准确 我要用的圣经节有点长 使徒行传第15章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因为太多人说 他的意见 他的看法是来自于上帝的感动 但是圣经说 有时候人的感动 比上帝的感动要来得好 我来读这一段 你听起来有些有点怪 怎么会人的感动 比上帝的感动要来得棒呢 圣经都这样讲 使徒行传第15章 我稍微念得有点长 那这个是一个 当时的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离 就不能够得救 保罗和巴纳巴 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众门徒就定规 叫保罗跟巴纳巴 和本会的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 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那我就稍微跳过去 OK到第6节 使徒和众长老商议这事 辩论已经很多了 哇 到底这个 是不是要 辩论主题是在第15章的第1节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 受割离就不能得救 哇这个很严重 我们今天如果要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 要先受割离 证明什么呢 证明你要先成为犹太人 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 哇那这个问题很大 这个问题很大了 这个我们不需要成为 先成为一个 那个拉宾嘛 OK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嘛 上帝的拯救 那个救恩是白白的恩典 哪有这回事 OK但是你看 当时就有这个辩论 那你说 那个以前的辩论 现在不重要 现在我们常常有这种事情 你如果不会讲方言 你就还没有得救 你听过这个话吗 哇这很严重 得救是主的恩典 还要加一个淡数 就要讲方言 知道吗 哇你如果不是加入本教会 你就不能得救 哇那就很严重了 变成说 变成要得救 还要再加一个 就是要加入你的教会 哇这很严重 得救是白白的恩典 OK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很多 哇你要看到一个什么 才能够得救 哇要把主耶稣 那个白白的恩典 再加一个 但是要这样子 要有这个前提 你才会得救 我们永远相信 我们得救就是主耶稣的救恩 OK请不要加入 其他的 点点点 而且每个时代 都有人要加入 其他的点点点 OK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那当时他们就 你看这个辩论 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来看你看 当时他们都有辩论 那么当然 他们这样辩论 有他们的背景 所以第六节 使徒和长老就聚会 商议这个事情 他们辩论已经多时了 后来彼得就起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神 早已在你们中间 简显了我 叫外邦人 从我的口中 得听胡音之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上帝 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自如跟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 接近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要试探上帝 要把我们的祖宗 和我们所不能够负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 讲得真好 乃是因主耶稣的 所以我们的得救 乃是因了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阿们 讲得非常好 我们的得救是恩 是恩典 我们的要求 每个时代里面 都要把我们得救之上 还要加一个诞书 包括 你如果没有受洗 你就不能得救 没有这回事 我们是因为得救才受洗 我们不是说因为 因为 那以前有的人 他信了以后 根本还没有受洗 请问他有没有得救 是他得救 不要盗狗为盈 请不要盗狗为盈 OK 没有错 神经告诉我们说 你信而受洗 就必得救 但是因为信而得救 受洗是一个 他的表现 OK 他的表现 但我没有说反对 说人不要受洗 我们还是要受洗 但是就是这个自然的表现 受洗 这个自然的表现 不是因为他没有受洗 他就不能得救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请 得救就是主耶稣的恩 OK 他讲完以后 众人就默默无声 默默无声 不代表心里没有声音 OK 那这时候的话 巴拿巴跟保隆 又诉说神 借他们在外邦人当中 所神的行出神奇奇事 他们就 助了神 来 我就要分 关键在第十三节 这整个的辩论要结束 是有一个很特别的 竟然不是保罗所说的 也不是巴拿巴所说的 也不是彼得所说的 他们讲的都对 说是真理 但是不是 来 很奇怪 第十三节 我说圣经 真的是很特别 这个路加在写 很特别 他说他们就住了神 然后雅各就出来说了 雅各说 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 他讲了 那底下我就不念了 其实就是他讲的话以后 这个争论当时最起码就 那因此他们就 他们就 他们就 就 就 就派了 弟兄们出去讲 OK 就不再 就不是说要守割离 才能够成为基督徒 请注意听 听他这一节 这个 这个 第十三节 他们就住了身 然后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请听我的话 止息的这个争论 我觉得很 很讶异 有时候争论是怎样 你认为这是神的话 我认为这是神的话 我认为这是神的旨意 他认为这是神的旨意 然后就起争论 那有时候 这个 看到没有 他这边说我的话 我的话 有没有 我再读一遍 OK 我再读这个 他们就住了身 然后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荒财西门述说 神当初是怎样 建固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 选起百姓 归以之意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 也跟这个相合 正如正经所说的 OK 所以 继 第十九节 我再回来 第十九节 所以 据我的意见 不可以 难为那些顺服上帝的外邦人 你看到没有 据我的意见 雅各这样讲 据我的意见 我们还抱不得说 这是神的 据上帝的意见 怎么样 OK 我雅各还是有头有脸的人 OK 还是有地位的人 据我 他没有 他说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我自己反而非常敬佩 有些人就说 根据我的抗皇 根据我的意见 我用人的话来说 有时候你不用上帝的话来说 有时候会起争论 历史上 上帝让我们看到 教会一直是一个 有争论的团体 什么是教会 教会就是有争论 绝对不完美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如果你到一个完美的教会 请你赶快离开 OK 因为他可能是属于撒旦的 一样 一个国家也是 你如果到一个国家去 我看到百姓在那边 欢迎 欢迎严守 鼓励 会鼓掌 那国家一定很烂 OK 其实人不一定要完美 OK 人其实教会也不一定要完美 你看 教会是一群有罪的人在一起 他怎么会完美 OK 所以即使像保罗 雅各 彼得 这些使徒的话 他们一起 忌讳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彼得跟 跟雅各 看法不同 彼得跟 保罗看法也不同 保罗跟巴巴看法也不同 天啊 你说早期的教会是最荣耀的教会 最得胜的教会 里面有一批人 看法都不太一样 别有时候他们会炒成一团 上帝 圣灵的感动 把这些信都写下来 真是有意思 意思 如果声称自己的教会 已经是完美到无罪的 OK 那应该是异端 OK 然后致命自己的教会的属灵的层次 超过所有的教会的话 这应该是很肉体的教会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 真的求主耶稣保守我们 不要被人的争论给半导 教会如果有争论的话 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 所会出现的事情 OK 教会本来就要有争论 OK 但是我们还是彼此相爱 呼吸有时候看法也不一样 我今天会喜欢吃乳酪饭 就是我太太常洗不让我吃乳酪饭 他安息以后 我毕竟是吃乳酪饭 OK 我太太以前不让我吃猪脚 非常少吃猪脚 但是我现在就很喜欢吃猪脚 OK 而且我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 自由 OK 那我太太很喜欢叫我吃茄子 OK 因为我的育母很会煮茄子 所以 我太一天到晚就叫我吃茄子 我现在就不吃截子 OK OK 对 所以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彼此还是相爱 OK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看 这个雅各 雅各弟兄讲了这句话 他很明确的讲说 这是我的意见 他很明确的讲 第十三节 他们就住了身 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 第十九节还我讲一遍 根据我的意见 哇 这个雅各算是有意思 实在是有意思 哇 真的是 真的是有时候 当一个长老的 必须是又长又老 我倒不是讲他的年纪的长老 是那个生命的度量 OK 如果雅各 这时候说 我看法是怎么样 那都惨了 OK 当然 这个使徒雅各的这句话 他在讲 这是自己的宽华 自己的宽华 反而是支持的真理 并且也不会勉强被人去接受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不简单 非常的不简单 这是有蛮有主的恩典 主耶稣借这个地方提醒我们 勉励我们 当领袖的做判解的时候 不要说 这是上帝的真理 请不要说 这是圣灵给我的感动 请不要说 这是上天给我的声音 请不要说 这是我从上帝领受来 属天的使命 请不要说 这是我绝对不会错的意象 如果当时候雅各讲这些话 大概就没了 OK 大概整个教会就分类了 他那时候就是 既然说按照我的意见 或者按照我的康法 OK 其实我们都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都没有那么伟大 不要把自己的康法 用上帝的真理去包装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乱套 OK 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争执 对抗跟分裂 九主提醒我们 使徒雅各说的真的是 很好 他说据我的意见 据我的意见 竟然平息的很多人在说 据上帝的意见 可见有时候 我说人的意见 有时候比上帝的感动要更好 我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 圣经就这样讲 圣经就这样讲 所以真实的信仰 不是借着圣经来强此夺理 真实的信仰也不是说 我认为这样就是真理 所以叫你救换 美好的信仰 不是个人的意见 然后套上上帝的权威 来掩饰自己的强势的个性 这是一种可怕的虚假 会使人高抬自己 使他还没有主耶稣 那个丰富爱的生命 就有一张严厉的嘴 还有一个绷紧的脸 所以我常常在分享的这一段 我真的很相信 我相信上帝 圣经是上帝的话 但是使徒新传这边 雅各又说这是我的话 那到底是雅各的话 还是上帝的话 到底是雅各的意见 还是上帝的意见 给我一个深深的学习 当雅各说这是我的意见 反而平息的当时的纠纷 当然后面还是有纠纷 后来还是有不同的议题 会再出来 整个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议题 但是如果一个人说 这是我的看法 也许以后说这是我的看法 而且他是更诚实的表达一些事情 当然我没有吼定 保罗巴拉巴毕德所讲的 都非常非常地准确 都非常非常地准确 但是如果那时候 整个双方的对抗 都是上帝给我的感动 还有摩西给我的立法 之类的 其实事情就无解了 就无解了 而是跑出一个雅各 讲到一个说 根据我的意见 根据我的看法 既然他讲这个东西 反而平息的纠纷 这个就是所谓的蟑螂 这个就是所谓的和平之子 但是又持守住真理 非常非常地不容易 我做个祷告 主耶稣其实 但是我这段圣经 是我读不懂的圣经 我长期的读不懂这一段的圣经 怎么会跑出一个雅各 讲一个说 根据我的看法 根据我的意见 难道教会不是很多事情 都要根据上帝的意见吗 上帝的感动 上帝的意象 上帝的使命 上帝给我的负担吗 怎么会跑出一个雅各 讲出这些这样的话 但是他讲了这个以后 反而平息的 而带动了将来 彼得跟巴拿巴 到各教会去宣誓 再也不用隔离 再也不用隔离 我们不用先成为 犹太人 才能够成为基督徒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 不一定需要成为一个台湾人 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用成为 说一个要讲方言的 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没有这回事 这是上帝的恩典 感谢耶稣 历史历代 永远保持那个最清纯的 真理 而那个不是很 就是上帝的救恩 但是在一个圣经的论事上 如果不同的话 竟然有人讲 这是我的意见 而平息了两方面的正义 主我仰望你 我仰望你 我仰望你 有时候别人讲 这是上帝的做法 反而把我掐的 我都喘不过气来 有时候他说 这是人的看法 有时候我还记得 会多想一下 而营造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属于自己的空间 来自己来仰望上帝 求主联名 祷告祈求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祈求祈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